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在今年的头八个月 我们专注在这一节里面提到基督徒四方面的身份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那从九月初开始 主日信息的焦点 转到二章九节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宣扬神的美德 在九月八号的信息里面 我们特别注意到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宣扬 他的期望是 我们这些蒙恩的人 不止自己蒙恩 我们还有使命感去积极地宣扬 好让世上更多的人也认识神 与我们一起蒙福 上个主日我们家庭事工的姚沛文牧师 劝勉基督徒父母 要看重在家中 在孩子面前 有宣扬神美德的好榜样 我相信大家对那个信息 有很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 宣扬的必要性 请大家打开圣经 新约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请手中有圣经的 尽量打开 因为等一下大家会需要看一下上下文 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们要读十三节到十六节 手中没有圣经的就看荧幕 翻到以后 我们同声来读 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请 你们是世上的颜 颜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在这段话里面 用了两个比方 一个是盐 一个是光 我们华语堂有个光颜团契 好不好请光颜团契 挥挥手 我们有个光颜团契 另外有一个华人 基督徒组织叫光颜色 在休斯顿有 在奥斯顿也有 都是根据这段经文 来起的名字 现在请大家 仔细看这段经文 然后回答一个问题 耶稣在十三节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然后十四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里的你们 指的是谁 你可能要从经文的上文 去找答案 看耶稣这段话 是对谁讲的 让我在这里问 请问耶稣这段话 是不是也是对你讲的 如果你觉得 耶稣这段话 也是对你讲的 可不可以请你举个手 我相信所有基督徒的 圣经学者都会同意 凡是相信 接受耶稣为救主 和生命的主的人 都是耶稣说这段话的对象 也就是说 只要你是基督徒 你就应该是世上的盐 世上的光 大家同意吗 同意的话 我们就仔细的来做三方面的思想 首先我们要有身份的认知 很多人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 常常会说 基督徒应该要做盐做光 这是很好的劝勉 值得肯定 但是耶稣在里不是说 你们要做盐做光 而是说什么 你们是盐 你们是光 是盐 是光 讲的是身份 它跟做盐做光的不同是 不论你和我 目前的表现 好不好 盐与光的身份 都是一直跟着我们的 身份跟责任 当然是密不可分 但是除非一个人 对自己的身份 有清楚的认知 他多半不会对 那个身份 有强烈的责任感 举个例子来说 有很高比例的家庭 有纠纷 追根就底 是当事人 从起初就对自己的身份 缺乏清楚的认知 以至于没有感觉到 自己没有尽到 该尽的责任 那婚前辅导的一大价值 就是让男女双方 在进入婚姻关系之前 先对于结婚之后的身份 有正确而清楚的认知 当然这不保证结婚以后 一定幸福美满 但对自己的身份 有正确而清楚的了解 确实会帮助夫妻 不但不逃避责任 而且在结婚之前 心里就预备好 要自动自发 甚至甘心乐意的 去尽上自己的责任 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 如果教会在 每一位木道的朋友 决心信主之前 就帮助他们 对于基督徒的身份 有正确而清楚的了解 就有可能在每一位受洗的人身上 看到符合主耶稣期望的表现 了解了基督徒 盐与光的身份之后 我们就进一步来思想 随着这个身份而来的责任 其实耶稣讲的原则 很简单 也很明了 盐的责任就是活得像盐 发挥盐的功用 光的责任就是活得像光 发挥光的功用 那盐与光这两个比方 都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很熟悉的 现在就请大家 就近跟你旁边三四个人一起想 看你们能够想出多少个 盐能够发挥的功用 多少个光能发挥的功用 给大家三分钟 赶快看你们哪一组 能够想出来的多 不能讲太牵强的答案 呢 相當熱烈 我相信把大家想出來的全部列出來 聽起來相當的多 照我猜想 有幾個是最多人都會想到的 光可以驅逐黑暗 可以照明 可以指引 可以帶給人溫暖 鹽可以防腐 可以殺菌 可以調味這些 鹽有一個功用 我們住在德州的人可能不太熟悉 我2013年11月 11月底班來奧斯汀 來之後沒多久有一天夜裡超低溫 又下雨 到第二天早上我到教會的時候 一下車發現停車場路面有冰 那我擔心別人會滑倒 我就一進辦公樓就趕緊去找一樣東西 你們猜我找什麼 這是因為以前我住的大學城 一年有六個月的雪季 用鹽化冰是所有的人都熟悉的 所以不只是這殘血車在青馬路的時候 一邊殘血一邊鹽鹿撒鹽 家家戶戶都有用來化冰的鹽 一個顆粒很大很粗的鹽 一大袋才幾美金 不過那天早上我在我們教會 找鹽的結果是被大家笑 不但我們ACC沒有 他們說就算我跑遍奧斯汀的大小商店 大概也買不到這種用來化冰的鹽 我搬來奧斯汀之後 現在在生活當中倒是多得 所以靠鹽的一個功用 是我以前從來不需要 從來沒用過的 就是用鹽洗鼻子 鹽水洗鼻子 講起來很無奈 我來美國三十幾年 住過很多的地方 都是只看到周圍很多人 被過敏折磨得很慘 我從來沒有過敏過 也分享他們寶貴的經驗 我後來總算找到了幾個方法 稍微可以控制 讓日子過得下去 能夠繼續服飾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用鹽水洗鼻子 最先就是用像這樣一個尖嘴壺 用溫水加鹽洗鼻子 但我有一個毛病 就是我鼻塞的時候 內耳會不平衡 然後就頭昏 要我在這時候還側著頭去 用尖嘴壺洗鼻子 會暈到我受不了 而且後來才知道 這個洗鼻子只能用生理鹽水 不能用家裡燒菜調味的鹽 今年的小羚羊的一對年輕夫婦 前一陣子大概聽我講到的時候 注意到我鼻塞 就主動送了我一個 他們自己經常用的方法 叫我試試 結果我不但習慣 而且發現對我挺管用的 所以最近幾個月 我都沒有吃過敏藥 睡前也不用那個什麼NASCO 噴鼻子了 這個生理鹽水會幫我減輕過敏的困擾 是我來奧斯丁之前 從來不曾體會過鹽的功用 剛剛我們只用了很短的時間 大家就立即想出了 鹽與光很多方面的功用 大家想看看 如果我們照鹽與光的特性 去思想 基督徒能夠發揮的功用 結果會怎麼樣 有什麼理由 我們基督徒不應該 或者不能夠 發揮鹽與光各樣的功用呢 你自己呢 在你日常的生活當中 你看得到 你發揮出 鹽與光的功用嗎 我想一聽到要發揮 鹽與光的功用 我們很多人就開始有壓力了 覺得自己靈命還淺 發揮不了多少功用 那麼到底一位基督徒 能否發揮鹽與光的功用的關鍵 何在 從主耶穌的話裡面 我們可以先找出一些基本的原則 從五章十三節看來 鹽只要不失了味 就有鹽的功用 從十四節十五節看來 光只要不隱藏 就有光的功用 那讓我進一步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請大家今天一定要記住 基督徒的鹹味 不是自己的鹹味 基督徒的發光 不是發自己的光 十幾年前我在讀教牧學博士的時候 研究到以赛亞書六十章 而我注意到以赛亞書六十章 以及馬太福音第五章 提到屬神之人應該發光 乍看之下好像講的是人發自己的光 但你在細細的去讀你會發現 發的實際上是神的光 有人曾經用月亮來做比方 所以我們看到的月光 實際上不是月亮自己發的光 是月亮把太陽的光 反射出來 那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 我們看到更符合聖經的比方 是神的光先 走進到我們裡面 然後在我們裡面 透過我們這個好像瓦器的人 來彰顯出他的大能 所以基督徒發揮 言與光功用的關鍵是什麼 是我們與主的關係 是我們願不願意 被主使用來彰顯主自己 所以一位才剛剛信主第一天的基督徒 有沒有可能立即發揮言與光的功用 我舉自己親身的經歷做例子 三十多年前 我才覺自信主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 因為有朋友從外地來 那我就和一群還沒有信主的留學生 聚在一起吃飯 突然有一個人說 欸小徐啊 聽說你信耶穌啦 那你吃飯前 是不是應該先謝個飯呢 老實說我當時心中真的是很不好受 感覺自己一下變成了朋友們當中的異類 十分孤單 但雖然我臉脹得滿臉通紅 我還是選擇在眾目睽睽的笑鬧聲中 自己一個人低頭謝飯禱告 雖然禱告完又被大家笑了 再笑了一次 欸 謝飯不需要這麼久啊 雖然再被笑了一次 但是有一件事情確實發生了 就是這些朋友們都立即感受到 我已經不再是從前 會跟著他們在一起 拿基督徒當取笑對象的那個小時了 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類似的經驗 當你肯在不信主的朋友面前 看重你的身份 哪怕只是類似一個簡單的謝飯禱告 你就已經在為主發揮言與光的功用了 我才受洗 家人就很不以為然 我哥哥擔心我 哎呀 過度著迷 我母親更是十分的不悅 所以開始故意挑我毛病 她生我養我 我從小所有缺點她清楚得很 所以要挑我毛病 輕而易舉 所以在那時候 要我靠自己的好行為 來對家人產生影響 那是不會有效的 但是的確我才一信主 就對我所有的家人 產生不小的衝擊 雖然他們那時候的主觀的感覺是負面的 好像習慣吃了菜 突然吃到一大口鹽巴 不高興 或者突然出現了一個不熟悉的光 讓他們覺得很刺眼 他們想除掉或者是擋掉 畢竟我的信主 還是讓全家的人都感受到衝擊 是有一個新的東西闖進了我們的家 後來的結果就是他們一個一個生命扭轉 不但信主而且侍奉主 更讓我驚訝的是 主在我工作單位所做的事情 我和我和太太 剛要去電腦公司工作的時候 信主並沒有多久 所以一開始很擔心的是 哎呀我們自己在信仰上 會不會站立得穩 我們在工作上能不能有好的見證 那時候我們才剛剛立定一個心智不久 就是即使在和還沒有信主的朋友 一起吃飯的時候 我們都要很一致的照常謝飯禱告 但是到公司上班的第一天 想到哎呀要在公司的餐廳吃中飯了 會有很多的同事 我們還是有點擔心 別人會不會看到我們低頭謝飯 就把我們視為怪人 然後從此跟我們保持距離呢 那我們不刻意隱藏 也沒有大動作的張揚 我們才一低頭謝飯 果然就有人注意到了 感謝主 有的人只是非常友善的 過來打個招呼 歡迎我們加入公司 還有人過來就問說 哎你們是基督徒嗎 然後就乾脆坐下來坐在我們旁邊 問我們為什麼會信主 然後好幾個人問著問著問著 然後就問說 哎你們可不可以帶我們一起讀聖經 所以就這樣 根本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計劃 我才上班一個多星期之後 公司同事的查經班 就在我們家成立了 後來幾年 不只我們幾位已經去教會的基督徒 靈命持續成長 好幾位同事 因為我們開始願意聽福音 靜而願意固定海教會 靜而願意信主受席 靜而成為積極參與侍奉的人 那講起來真的一點都不誇張 一切只是從我們那個還擔心 自己站不穩的兩位初信者 在上班的第一天 選擇在公司的餐廳低頭謝飯 就這樣開始的 其實我們當時之所以決定立這個字很重要 是因為聽了一位弟兄誠實地分享他失敗的見證 他說他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決定 就是隱藏了他的基督徒身份 他做那個選擇 起初只是想逃避自己不想要的一些不方便 但後來就變成了給了自己一些 不受約束的隨便 比如說為了工作上的事情 就是對同事也有不客氣的態度 但有一天他去參加一個大型的基督徒聚會 有認識的人看到他 就用那個難以相信 也很不以為然的口氣說 他說怎麼你也是基督徒啊 他那天晚上做見證 是表達他的懊悔和羞愧 然後勸勉我們不要犯同樣的錯 耶穌在五章十四十五節所提醒的正是如此 我們的身份既然是光就不要隱藏 從我自己和何多基督徒的經驗都可以證實 只要我們基督徒肯不隱藏自己的身份 周圍的人就自然會感受到影響 可能光是你因著看中基督徒的身份 神就開始使用你發揮言語光的功用 當然我們每個人隨著與主的關係不斷的長進 所發揮的言語光的功用 也自然會越來越大 我順便提一下 我在電腦公司工作 開始第一個查經班是1986年 四年之後那個場賣掉 我和我好太太很幸運的 被安排到一個小時之外的另外一個場工作 結果在新的場 有一天遇到大學時候的一個朋友 就在神的引導之下 又開始了一個查經班 那半年之後神的時間到了 我就辭掉工作去讀神學院 那在離職之前 公司的一些老中請我吃飯為我送行 這張照片 我幾年前講道的時候放過 這次再給大家看 是因為有新的發展 照片裡面一位同事去年找到我 說他的兒子來UT讀書 托我照顧 我就跟他兒子碰面吃飯 結果非常的驚喜發現 這個兒子是一個很乖 而且很愛主的年輕人 現在在我們的英文堂固定聚會 在這裡我要特別解釋一下 五章十六節提到的好行為 早先說過 基督徒的賢味不是自己的賢味 基督徒的發光不是發自己的光 同樣的這裡的好行為 也不是出於我們自己 一般性的好行為 如果是一般性的好行為 別人稱讚的多半是那有好行為的人 而不是神 但是如果別人看得出 這些好行為的動力 是根據於我們與神的關係 那將榮耀歸給神 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在思想基督徒如何發揮 言語光的功用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記得 把焦點專注在我們與主的關係 只要你在乎這個關係 在乎這個身份 那麼哪怕你才剛剛信主 主都能夠藉著你 產生影響力 發揮言語光的功用 好 我現在要分享的第三點 是一位基督徒 如果希望被主使用 發揮最大的功用 就要肯像炎一樣被灑出去 像光一樣被帶去 放在最需要光的地方 炎和光有一個非常重要 共同的關鍵特性 就是他們的價值 都在於服務他人 讓別人蒙福 炎聚在一起 在鹽罐裡 有相互保持鹹味的價值 但他真正發揮價值的時刻 是他被灑出去 灑到最缺鹽的地方 光聚在一起 有相互照亮 增添亮度和溫暖的價值 但發揮最高價值的時刻 是他被帶去 放在最需要光的地方 我十幾年前讀教務學 背心研究 如果能夠讓門徒造就 以及領袖培育 更加的有果效 結果神引導我去仔細研究 福音書裡面 耶穌的榜樣 特別是耶穌在公開傳道 只有三年半的期間 一再重複強調的教導 在這個研究的過程當中 有幾個發現 讓我特別驚訝 其中一個是 基督徒要受拆派發光的觀念 竟然是耶穌重複強調的幾件事情之一 尤其讓我驚訝的是 這個觀念竟然在馬太福音 第五章就出現了 大家翻開馬太福音五章之前 看他的上文 耶穌講這段話 他公開傳道的最初期 是眾人才剛開始 從各地永來聽他講到 他就講了 跟隨他的人 人生的使命 是發揮言和光的功用 如果你在翻讀四福音書 你去特別留意 受拆發光的觀念 你也會發現 耶穌侍奉的一大重點 就是帶領那些跟隨他的人 來成為被主拆派 去各處發揮言和光功用的人 基督徒有肯被拆派 肯被灑出去的觀念和心智 有多重要呢 我曾經不止一次給大家看過這個圖 這是宣教學裡面的重要觀念 左邊的是所謂向心力的侍奉哲學 是期望別人跨越重重障礙 來到我們這裡 以色列人從舊約時代一直到今天 都是這樣的理念 哦 我們是神的子民 我們有聖殿 我們有神的赐福 別人如果也想要認識神 可以來我們這裡 這樣的侍奉理念 最多只是邀請人 但別人要來 在面對各樣的障礙的時候怎麼辦呢 他們自己要想辦法克服 他們自己要跨越 早期教會第一批基督徒 都是以色列背景的 觀念沒改 全聚在耶路撒冷 信主的人越來越多 上千啊 上萬啊 很多實際的困難出現怎麼辦 哇 很多人愛心出錢出力 但所有的努力 都是為著讓更多信主的人 全都擠在耶路撒冷 為什麼 觀念是這個 等到教會受逼迫 基督徒才離開耶路撒冷四散 像鹽被灑出去 被灑出去的結果是什麼 福音傳到一個個地區 越傳越廣 教會在各地被建立 不到六十年 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 猶太全地 撒瑪利亞 傳遍蕭亞西亞 然後從亞洲進到歐洲 傳到羅馬 以及羅馬帝國 所統治的許多角落 十月份是我們教會的宣教月 請大家想看看 如果兩千年前 基督徒的觀念沒有被扭轉 還停留在左邊這個圖的理念 我們今天會做在這裡嗎 歐洲的各國被福音扭轉 他們自己信主蒙恩之後 如果歐美的教會持守的是 左邊的這個圖的理念 今天世界上會有這麼多華人的基督徒嗎 你有沒有想過 耶穌為了拯救你我而降世 是左邊的圖還是右邊的圖 你也可能想過 今天會有這麼多華人教會 是因為本來跟我們華人 非清非故的西方基督徒 為了讓我們聽福音 他們願意自己像鹽一樣被撒出去 撒到遙遠的中國 撒到把他們視為羊鬼子的華人當中 如今我們蒙恩了 我們的回應是什麼 你覺得我們能夠說我們自己 看重傳福音 我們也支持普世宣教 但我們侍奉的心態 卻始終是左邊的圖嗎 如果教會年年辦佈道會 也辦宣教年會 宣教基金逐年提高 支持越來越多的宣教士 但是都來都去 我們還是左邊的圖 我們能說自己很和神的心意嗎 無論是基督徒個人是教會 要將釋風心態從左邊的圖 轉為右邊的圖 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留在原地 聚在一起 安全得多 無論是像鹽被撒出去 或者是像光被帶到最需要的地方 光想到這個事情 就會讓我們感到不安 實際上也的確會要付代價 參加短宣會幫助我們 對這稍微有一點的體驗 比如我們好多人去了太北短宣 都體驗到那裡的生活條件 遠遠不如美國 還有蚊蟲咬 還熱到讓人受不了 我們美中短宣隊剛回來 每年的美中短宣 在十天當中 每一隊都要開車超過上千英里 到好幾個州好幾個城 好幾間學校去帶聚會 去個人談到 去挨家挨戶敲門 天天從早到晚 像打仗一樣 光是體力上就是一大挑戰 但短宣讓人比較心安的是 你出去幾天之後還可以回家 還可以回到舒適的環境 但短宣的價值是 你只出去兜幾天 你的確看到各地的需要 你也可以感受得到 只要你肯被撒出去 絕對比留在鹽罐子裡面 能夠發揮超多倍的功用 短宣會促使我們不得不思想 難道我蒙恩得救 我這一生活著 就是為了讓我自己更多蒙福 回到我們今年的主題經文 筆德前書二章九節 神向你向我說什麼 你和我要怎麼回應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的天父 所以說在馬太福音第五章 登山寶訓的一開始 講完八福之後 就講了我們要是世上的炎 是世上的光 主的心意 早就在那裡 主你知道我們的有限 就求主引導我們 引導我們每一位基督徒個人 也引導我們教會 讓我們成為一個 有使命感 一生宣揚神美德的基督徒和教會 求主一步步的帶領 聽我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